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 然后呢 咱们说一下今天画这个小鸭子呀 用的几种颜色 首先是猪标色 还有一个胭脂色 这都是两种红色 画鸭子的嘴巴和脚 咱们是先挤上这个猪标色 挤在盘子这个边上啊 一般来说呀 调这个红色啊 咱们是先挤浅色 再挤深色 一次在盘子边上排列一下就行了 先用一只小一点的笔 蘸这个猪标色 把整个笔啊 您就这样转着圈子把它沾满 猪标色 然后笔尖上沾上这个胭脂色 这两种颜色呀 就是笔尖往上一条 这个鸭子的嘴巴就画出来了 这样上片的嘴啊 画大一点啊 下边这个嘴啊 画小一点 您看啊 上边这个上片嘴宽 啊 下边嘴窄而且小 然后呢 调墨 稍微大一点的笔啊 先调一个淡墨 笔尖上沾上浓墨 先画前面这一只鸭子 先从头部开始画起 笔尖啊 随这个鸭的头脖子的形状 然后点出眼睛 再拿这个笔啊 把头部啊 把眼睛挤出来 注意 流出白 阴的话 您就要用废纸细一下就行了 然后这个大笔花翅膀底尖冲下 底尖这样一点 两个翅膀 一大一小 然后是用笔根这些淡墨啊 啊 扫出这个鸭子这个肚皮 这个笔太湿了 您可以刮一下啊 尾巴也是两笔 这样一扫 侧缝用笔 这个鸭子的肚皮啊 是比较淡的啊 咱用浅墨画 再添上角啊 还是用刚才画嘴巴的颜色 这样一调就行了 在后面这只鸭子呀 咱还是画上眼睛 然后还是这只大笔 这下把笔调淡一点啊 浅色的这只鸭子 近处这个重 远处这个就要给它做个对比 稍微淡一点 好 也是从头部画起 脖子 也是这个肾子连接的地方 这个地方要注意了啊 一定要注意画的 衔接自然一些 笔尖冲下稍微占些重墨 两个翅膀画出来 笔根这样一扫 用笔根的颜色因为浅 你要扫的时候就能出现淡墨 这只鸭子呀 画的靠上 靠边上一点 脚 两笔就扫出来了 调花青 淡花青 可以加些墨 水分多一点 因为咱们画水的时候 表现水的这个啊 透亮清澈 所以呀 颜色呀 水分多一点 咱们挤上藤黄 再来一些这个花青 这种颜色呀 咱们画一个 它这个配景的叶子啊 准备画这种这个红疗这种植物 咱们先调出 藤黄夹花青这个叶子啊 用这个草绿色 底尖沾藤黄 再调花青 底尖上沾上墨 从上往下 侧峰 往下面一拉 长条形的 再来一笔 注意叶子的排列错落 有大有小 而且这个宽窄变化 都要画出来 这个树枝 换狼蚝笔 占浓墨 中方用笔 注意树枝的穿插 然后这个 画花的这个树枝呀 这个树枝这个笔稍微细一点 不要画得太粗了 这样咱们用笔 沾上树红色 这样依次从下方上点出这个红疗花 这个花啊 它这个花也不能画的都是一样的高 而且画的要大有小啊 在里边被挡上的啊 在叶子后面这些也要画出一些 这样显得更加自然 上面这一串啊 也是啊 调淡的 咱们加些水啊 把这个树红色调淡一点画 后面这些也是有淡的这个颜色啊 这是离的远的 然后把这些树枝啊 把这个花啊 都给连接起来 这个都是中锋用笔啊 比较细的树枝 墨色稍深一些 注意这个叶子叶饼连接一下 每一个都仔细连接一下 然后就是叶金 把叶金勾的时候 先勾中间这个缠的叶金 边上这几个要排列的错落一些啊 不要画的对称了啊 两边要画的有高有低 这样画出来的叶子呀 也是比较自然的 好了 基本上呢 这张鸭子啊 就画出来了啊 也是比较简单的 呃 有这个深有浅 最后提上字 这张画就完成了 整体右上边留一个大空白 好了 朋友们 今天呢 这张小鸭子都画到这 希望您多学 多看多练 朋友们 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那个手下 deutlich拍摄 连接手中的眼前 所以她探索了